今天我们来关注新兴病 哇 今天新光经的股价连续两天大涨 上演庆祝行情 在要欢迎够好安吗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人估重量呢 睽違17年重返中信经起手势 就逢动武林 宣布要公开收购新光经 被形容是合无等级的出手 完全打乱了吴家兄弟 人家本来台新经要并购新光经的这个布局 都被他打乱了 顾重量为什么瞄准新光经 原来背后他看上的是新光人寿 拿下新光人寿 就是全台最大的财团了 今天国真来到现场 但我们来看到横述你只能加一个 是要加台新经呢 还是要上中信经的花轿 对于新光经的股东来讲 跟谁合并才能确保 他的股东利益最大化 新光经的小股东 这两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因为股价连续大涨连续两天 都是拉涨非常的多 一路长红上来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总算要出现新的人 要来取新光经跟新光经控了 原本本来明天22号 新光经就要开董事会 决定聘经跟聘理到底要什么 所以台新也要开 决定要怎么这个婚事怎么谈 那小股东怎么默默接受这个事实 就是双方决定换股比例就价了 从此有可能 新光集团新售就会变成台新金了 你以前的股票可能就换成台新金了 所以你都很担心坎坷不安 结果昨天杀出一个 恒天杀出一个人 恒刀夺爱说 等一下你们明天开之前 我先来告诉你 我也要娶你 而且是恒刀夺爱 简单讲叫做非合义并购 那金管会当然也准许哦 他只要遵守三个原则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但是为什么会打成这样 我们先来说 中信金在想什么 因为中信金不只是只要取 新光金控什么金金病而已 而是台湾第一大财团之争 我们来看台湾第一大财团 现在是哪两家 富邦跟国泰 一个都是资产都到12兆左右 中信是第三名 现在大概7兆左右 如果他能够取得新光金控 5兆左右 双方一家 一下子跃到了12兆 台湾的第一大集团 包括台积电在里面 台积电还排在后面 我们以为台积电很大吗 不是这两个才是大头 那中信一吃下来 他马上跃居台湾第一大集团 不是只有金控 也不是只有受险 是台湾第一大财团 所以他当然趁这个机会 等一下你们要决定 聘金跟聘你之前 没有 我也要娶你 我以后就会提出聘金 甚至我直接在资本市场 公开收购 就看你们愿不愿意嫁给我了 好 那我们再拨进去一层来看 好 现在刚看到的是 金控跟金控的并购 金控里面有银行啊 有受险啊 讲到了受险 那才是最肥的一块肉啊 中信金虽然很强 估重量估大扫 重新回归之后 可是你回头去看 整个中信集团这些年的发展 银行做得不错 商业银行通路很强 但是他少一块是什么 少受险 那我们来看 他有啊 他有台湾人寿啊 很小 好 我们小时候从以前小时候 古早到现在大家要讲 受险 白保险 第一想到就是星光兼国泰 500万那些雨伞 大雨伞 就是从曾经最高峰的时候 台湾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星光的客户 所以星光到现在为止 星光人寿 新售还有3.6兆的资产 台湾人寿还在很后面 虽然有心经营 还是非常慢 如今有一个这么便宜的公司 股价曾经一度掉到 都不带有10块钱的金控 我不娶你 我更带何时 我当然跑出来横刀夺爱 一买买下来 补足了中信集团 最缺的是什么 受险这一块 而且受险的家大业大 版图很大 他一吃下去 有机会变成台湾的前三大受险 甚至有机会再认真经营点 可能变成台湾第一大受险 你要想 中国信托的银行 他所通路非常的密布 非常的广 很多人都是他的客户 一旦他在通路开始 全力卖保单的时候 会不会追上跟国泰 跟富邦的距离 当然有可能 所以当然赶快要来抢 这个星光人寿 趁他明天 聘金跟聘你还没出来之前 我就先出来抢了 好 那我问你 两个富家男要来抢 请我该上谁的花轿呢 一边是吴家自己的兄弟 我们讲到了台信金 一边是恒涛夺爱的陈咬金 中信金 哪一个金我上他的花轿 对于星光金的股东 才能够把他们的权益 做到最大 所以我们来看玄机 为什么会突然间杀出 中信金的估重量这个人 其实是他们自己小股东 也希望有另外一个人 来取星光金控 不只是我们一般的小股东 连他们的三大家族之一 都站出来讲说 如果我能够当第一名 我为什么要继续当第四名 其实我也不反对 嫁给中信金 或有别人要来取 也欢迎 好 这个抢亲大战 现在两件事情 大家好好琢磨 一个是比谁口袋深 第二 比谁绞成快啊 对 当然口袋深就中信 中信公布之后 其实严格来讲 它叫非合议并购 对方也没有说要嫁给你 董事会也没有通过 所以要嫁给你 那你用什么办法 就是在公开市场去收购 或者是联络这些大股东 你把股票卖给我 所以他必须要在20天 跟50天以内 收购50%的股权 所以就是公开收购 当然小股东很开心 因为军管会的原则 就是合法合规 股东的权益 再来金融稳定 这三个条件 所以你去收购 我不反对 所以今天 为什么这两天股价大涨 可能价格会很好 再来被病之后 也未必是坏事 那新光金 台信金 必须要45天内 召开股东会 通过说 我们同意 而且要股东同意 你要这里要股东通过 不是你们大家族通过就好 所以也要股东通过说 那我们45天内 合并 可不可以表决 所以双方是在时间上赛跑 一个必须要拿 真金白银出来抢股票 一个要赶快把程序补完 所以是时间赛跑的大赛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顾重量睽違17年 重返中信金 首站就公开宣布 要购买新光金 你看到 这是在今天 新闻曝光之后的首度现身 果然 未眼先轰动 缠送18年的红火案 顾重量从金控老板 摇身一变 成为运动工艺家 为什么不惜砸钱养球队呢 原来背后是满满的盘算 而如今重返中信金董事会 两大任务也跟着曝光了 姑重量这一次 再回到媒体面前 很多人觉得 他是要重返荣耀 为什么 他不只是要回到 他原来的位置上面 而且要清清白白的回去 那当然跟他过去几个 涉及的这个案子上面 最近都陆陆续续 判决都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像之前 这个红火案 这些东西 那比如像这个红火案 他目前跟三省 是获判无罪 虽然案子很有可能继续再走 可是对外界 还有对于估重量来讲 这个代表是 他现在又可以回到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商圈里面 甚至可以走上 更高的这个位置 好我们就回来看 事实上他在布局 重返中信金的这件事情上面 以前都非常的低调 但我们后来主管单位 有拟定了一个长进人条款 结果后来看他自己的申报 跟长进人条款之后 所公布的一些 所谓的各个持股的状态 发现到他这个估重量 本能跟他的关系人 在中信金的持股 已经有占股将近8.87% 这个代表是什么 你知道他已经是第一大股东了 所以再加上 刚刚几个案子里面 陆陆续续被判无罪 还有一些虽然司法 在审理当中这个东西 可是估重量现在 好久没有出现在媒体前面的时候 现在又被大量的财经记者 全部包围起来了 外界其实都在看说 你回归之后你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难道你只想拿一个 就是中信金的 这样的一个经营权 没有 亲近这个所谓的 这个估重量的 有人就讲说 他现在重返中信金的 这个董事会里面 其实他有两个目的 你知道 第一个当然是 因为他这一段时间 不是都在做这个 什么公益活动 或者什么 可是他真正有可能想要重回 叫做三三会 你知道吗 现在因为他们现在 这个理事长 这些要进行这个 所谓的改选 居然传出来讲说 估重量已经列在 理事的 这个所谓的参选的名单里面 可是我们就可以 先回来看三三会 三三会跟估家的关系 其实非常非常多 因为他的俗工估政府 居然是三三会的首任理事长 那后来是他的父亲 孤连松接任 这两个人执掌三三会 有将近十二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一次三三会 这个理事的部分 好像已经有人 想要把这个 估重量的名字排上去 还有人传言说 他要被定为 下一届理事长的 这个所谓的储备人选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估重量早期 出现在媒体前面的时候 都是高富帅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这个东西就跟他的父亲 这个估练松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估练松 在估重量小时候 就开始培养说 我要把你成为接班人 所以你知道估重量 他的日语 跟他的英语 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他小时候 就被送到日本 跟美国去念书 你看他的整个的 这个在商界的资历 35岁的时候 接中信颖的总经理 39岁当上董事长 管理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他凭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他的这个估练松 对他的教育都要求 你既然要做 你就可以坐到前面去 那你看 他被他要求说 你要会念书 你也要会运动 那时候他的父亲问他说 你做运动你喜欢什么 他说我喜欢打棒球 打棒球 你知道估练松就跟他讲说 打棒球可以 但你打棒球 你不要只有给我打球而已 你要做就做队长 每次去比赛的时候 他的父亲都会看 然后看的时候就问他说 那你告诉我 你这一次当队长的时候 你觉得你遇到什么状况 你觉得人家为什么 凭什么要听你的 他在训练他的领导能力 运动不是让你强身 练身体而已 运动是要结交人脉的 而更值得万位的是 他的小白球 人脉存折 他爸爸怎么一步一步 交给他 你知道现在不要只看 什么估重量 对棒球很有兴趣 他打高尔夫球也很厉害 你知道 因为孤连松在小时候 就带着他到球场里面去 他带到球场去的时候 就开始跟他介绍说 这个朋友是谁 这个朋友是谁 他因为这样 认识很多政商界的长辈 甚至以前我们前总统李登辉 也很喜欢打高尔夫球 对不对 他们在球场相识之后 他还认李登辉当干爹 那你会想的时候 这种附加值 他只是去做人脉 或干嘛 没有 我跟你讲 估重量是 你今天真的要玩 我就要玩出一个名堂 他居然高尔夫球 曾经五次 拿下美国业余赛的冠军 代表的是 我不是跟你这样玩好玩的而已 所以我们就看到 事实上 他因为红火案这些事情 淡出整个金融圈 有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就讲说 他去做公益事业 或去做一些运动 你知道吗 他离开这个 所谓的金控产业之后 这17年 他居然投身体育跟公益事业 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他不是有两个目标 说要重返三三会 其中一个 他接下来 还要再做这个体育的运动 你知道吗 他的母亲 孤零瑞惠 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据说 他在失忆的时候 居然他的母亲 就跟他讲说 上帝觉得 你给你的资源 其实要跟别人分享 所以他开始投注这些 这个运动相关产业 还有公益事业 你看他投资中信兄弟 2022年的时候 接下亚洲棒球总会 这个的会长 而且要跟你推 这个所谓的职棒亚洲大联盟 所以我们现在就回来看 他5月17号 重返中信金的董事会之后 到今天为了这个并购案 或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开始越上反面 你认为 那个估重量难道只觉得 我要做一个 平平凡凡的中信金的东西吗 没有 他真正背后的盘算 真的是如外界所想的 他要重返他的荣耀 回到星光集团 真的投一个大戏 很大戏 曾经复笔王永庆 如今居然是在 两台花轿里面 挑着要上谁的花轿 走开去 对啊 如果真的 讲到星光经当年有多风光 你现在站在信义计划区 就可以知道 你信义计划区 抬头一看 A4 A8 A9 A11 SS2 还背不完 还有什么E2 你看到了 其实那些星光三月百货 都曾经是星光的土地 而且你家打开瓦斯 你可能还要付钱给 星光集团 因为大台北瓦斯 这是特许经营 是 要做到阿室 也不太简单 你还是每个月都要付钱给 星光集团 再来他还有保全 还有医院 比王永庆 其实不输给他 曾经富比式排行 一度无伙斯 是跟王永庆齐名 甚至超过他的人 现在的经营成这样 为什么小股东 要这么生气 是 你股票跌也就算了 你还卖家产 投资亏损 250亿 卖掉A11跟A8 A8 这都是非常惨痛的事情 所以富邦买了他的土地 进来盖大楼 更是见证了什么叫做 他人骑高楼 他楼塌了 真就是这样 好啦 我最后就问一个最关键的 反正一个是兄弟牌 一个是横刀多爱牌 到底现在的星光集 你的观察 上谁的花轿 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一个时间跟财力的比较 比谁口袋深 但是真的比口袋深的话 严格讲台新金真的过去20年 将近20年来 被彰化银行给耽误了 他被他耽误了一个 有机会变成大金控 他一直想要吃掉彰化银行 吞不下来 结果到目前为止 他严格算只是一个 B级金控商业银行 他也没有很好的发展 虽然他有一些受险 还是很小 那弄来弄去 他其实只有300亿 当初要吃张银的钱 可是300亿真的有办法 并到星光金吗 五兆的资产 你用300亿买 其实有点困难 再来星光金的亏损 不是亏损 他的资本氏足力不够 他还要大量争支 所以你拿300亿 也补不了这个洞 所以谁最有机会 中信金 现在大少重新回来之后 顾大少回来之后 比口袋深 当然比他的300亿还要多 所以有机会 顾大少是有机会 抢下星光金的 我以为你怎么来看看 这一桩轰动乌铃的星星配 现在又杀出了程咬金 这个程咬金的金可很大了 中信金在台湾是首届一指的民营银行 本来星光金因为亲戚关系 要跟台新金 有考虑要新兴配 新兴并 因为吴东亮 跟这个吴东镜是兄弟关系 这本来是一个亲上加亲的 可是就公司的立场 你就新光金的股东的立场 如果只有一家竞争 那条件就 比较 比较没有行情嘛 对不对 像女孩子有很多人追才有行情 一样的意思 那你现在跑来个中信金 比台新金更强大 开的价钱 我们想应该会更好 新光金的股东来讲 当你乐见两边来竞争 你竞争我条件越好 不然我的股价老是在这里 你看一出来以后股价就马上上去了 所以对股东是好的 我们给他高度的肯定 那最后你要用什么方式 即跟中信金结亲 还是跟台新金结亲 那这个就要遵照 金管会相关的规定 来进行公平竞争 那我要呼吁金管队 千万不要走吴时针那条老路 拧个皮箱到官邸里面 你就偏袒谁 这不可以 这个时候劝赖清德 民进党 或者是这个金管会也好 要秉公处理 公平竞争 出价高的人拿走 这很合情合理嘛 因为对新光金的股东是好的嘛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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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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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